求姻缘的话 可以守得三生三世 最期待的一道菜 这部分茶店真的是非常美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欢迎回到马武郎的频道 这次我们来到了杭州 在2021年8月底的时候 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 杭州72小旅行 6点钟已经非常发展了机场 早班机永远是我的最爱 虽然要骑得很早 但是这一天就可以很好的利用 不会浪费掉 从深圳到杭州 大概1小时35分航程 杭州的萧山国际机场 在市区的东部 从机场到西湖边的区域 打车大概30到50分钟左右 杭州市中心的景点 热门打卡地 还有知名的餐厅 多数都是集中在 西湖风景名胜区 和西西国家湿地公园周边 不要小看地图上的这两小块 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片区域 我们到达的时候 已经是午饭时间 在酒店放行李之后 就马不停蹄 赶去中午预定的餐厅 酒店的Room Tour稍后会有 小旅行来的第一家餐厅 就是这家平分还不错的 十日常酒家 隐身在这栋白墙黑瓦的三层小楼中 吃的是创意江浙菜 相信来光顾的很多食客 都是被他们家的装修风格吸引的 除了进大门之后有一个小院子 餐厅内部的中间也有一个露天的庭院 庭院虽然不大 但是布置得很有意境 尤其很喜欢庭院中间的台线 还有这几扇很多人专门过来打卡拍照的木门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上面镂空的新型图案 等秋天来应该会是更好看 这里的叶子都可以变成红色 很多美食博主或者探店博主 都会教这种是日式风格 但其实往往大家都会忘了 这种是中式建筑 尤其是曾经作为吴越国和南宋都城唐州 有很多具有唐宋风韵的餐厅和茶室 好了 马上来看一下我今天午饭的几道菜吧 应该算是这里点的最多的一道菜 你们是酿了一些黑松露 你们是有一些黑松露菌 然后有一些美乃滋 外面好像还刷了一层糖的浆 非常好吃 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安静了 所以说话不得不要压低这个饮料 对 还要提一下这里 这个茶是很特别的 是桂花茶 非常好喝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神奇的一个组合 比较看起来很廉价的一个板棍 配上了泄粉之后呢 身价果然是暴涨了很多 所以很想知道 这样拼起来已经吃的口感会怎么样 太好吃了 蟹粉煮得刚刚好 然后它刚才还特意放了一点点醋下去 所以会去掉一点点的腥味 感觉整个蟹的精华都好吃了 然后你看一下 它的那个中间还抹了一点黄油 所以它更会有一种曲心 然后很香气的那种感觉 这个蟹粉法棍里面还有一点蟹肉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层材比较丰富的 光是听声音你知道 有多松软 果然是我这一顿最期待的一道菜 很香的 绍兴的酒味 这个蟹子还蛮打质的 然后它的蟹子是熟的 可能然后像那个醉下的那个做法一样 加了一点点的姜果 很好吃 最怕这种贝壳类的话会有一点腥味 它完全没有 淡淡的柚子清香 我觉得好像在吃一种水果 有一种汽水叫苦橙的汽水 它有点像那个味道 它因为是有点甜的开头 然后中间有一种干干的 然后后来又有那个苦精干的的感觉 感觉是一个非常有哲学的一道菜 它们最香让我感觉有点东南亚的风味 因为它放了一点小清零 所以感觉是挺东南亚feel的 就非常的香 还有一点辣辣的感觉 它又有点辣椒有点蒜头 我觉得可能像菜的次序 如果把这个放在前面的话 应该是挺开胃的一道菜 来用餐的朋友 记得预留一点时间 参观下前后庭院 随便拍一拍 也很容易出很好看的照片 总体来说出品还是相当不错的 店家说因为是在市营业 所以打了95折 两个人最后买单是458元 然后车往五万呢 我们现在就慢慢地去步行 去我们今天下午要去的行程 旁边就是著名的法晋寺 三天竺之一 十日常所在的位置 已经进入了天竺山区域 这边有很多非常热门的景点 比如说是林隐寺 永福寺 法喜寺 龙景村 云七竹境等等 都在这一边 其中有很多寺庙 都是由这一条 可以作为徒步的天竺路 串联起来的 杭州的美远不止西湖 还有那些路上的林间小道 比如天竺路 虽然不是一个专门的景点 但是很推荐大家过来这边的时候 可以徒步一下 林隐寺到法喜寺这一段 天竺路在林间弯曲前进 却很平坦 小溪 池塘 茶田 还有时不时会出现的寺庙 让这条小路 充满着舒适和田径的产意 据说天竺路在秋冬 两个季节的风光 堪称绝美 这里会变成红黄绿为主的 多彩世界 藏在法晋寺后面 有一个很多情侣 会专门过来打卡的地方 三生三世 会不会是爱情里面 一个很唯美的承诺呢 现在我来到了一个 叫做三生石的地方 据说呢 有情人在这里求姻缘的话 会可以守得三生三世 就是后面这块 三生石 看到吗 这里 三生石 就是一块这么不起眼的大石头 关于三生石的传说 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如果你也相信 其中的美好寓意的话 不妨可以走过来打一下卡许个远 喜欢我分享小众旅行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和关注起来 也记得开启小铃铛 欢迎留言和发表亲给我 让我知道你们的观看感受 那么从刚刚吃饭的地方 走过来这边 发喜事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那么沿路的风光都是非常美的 好像是进入一个 不是凡间的一个世界一样 刚刚也是经过了其他两个天主 分别是夏天主 还有中天主 也就是法禁寺 禁者禁 还有法禁寺 是干净的禁 来到了法喜寺 上天主法喜寺 在十世纪的时候修建 是中国白衣观音的起源地 已经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 而入口处一个刻满字的石墙 信了很多人 所以据说这个石墙 也是有它的玄机所在 因为据说你摸到哪个字 就代表哪个字的愿望 是可以成真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信字跟福字 是最多人摸的 我也不免俗地来摸一下 当然了 也希望屏幕前的你 能够收获到满满的幸福 不知道如果在现场的你 会选择按哪个字呢 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 法喜寺黄墙黑瓦 环境优深 处处都显出一番古异 而据说法喜寺对于 求姻缘特别灵验 所以来的人也是以年轻人居多 香火也非常旺盛 法喜寺的建筑依身而建 所以从正门开始 就是一路攀升的过程 在寺内的高处 也成为了很多人到这里打卡拍照的黄金机位 想不到八月的杭州也是很热很潮湿的 逛完法喜寺 下一站想去打卡一个人气下午茶 下午茶的地方离法喜寺没多远 属于梅家屋区域 这里也是龙锦茶的产地之一 所以这里下午茶的景观特色就是茶田 选的这家就是平分还比较高的云镜天竹 他们家人气还是很高的 室内的景观位置最好提前预定一下 而且预定还比较严格 要交纳200元的押金 用餐完之后会退还 当然也可以选择户外的位置 但是夏天的杭州做户外 简直有点太自虐了 室内的一楼有三桌景观位置 都可以包览到茶田的风景 不过就是他们家人气实在是太高了 当天工作日 也有很多组客人在拍照 而且大家的聊天分贝也比较高 所以体验感不是很好 点了两杯饮品 冲冲喝完就到外面的茶田逛了 这附近茶田真的是非常美 尤其是现在是差不多日落的时分 光线更是非常迷人 这里也是龙井的一个产区之一 所以这边可以相对的来说 留出一点点时间来在这个茶田里面 好好的拍一下照 这边还是非常非常美的 所以我现在身处的地方叫做梅林南路 我之前完全没有预估 或者是没有预计到 原来在市中心还能够跟茶田 有这么近距离的一个接触 所以感觉上还挺awesome的 因为既然身处在市中心 但是还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这种龙家乐 或者是有一点点乡村气息的感觉 还有非常有魅力的茶田 沿着梅林路两边有十几里长 有着十里梅雾之称 这里也是西湖龙警察的一级保护区 和主要产地之一 喜欢龙警察的朋友 不妨可以拜访下这里的茶茶 还有茶室 去日本京都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会去蓝山的竹林打卡 这边也有一个类似的景点 就是云期逐境 电影卧虎强龙的竹林部分 就是在这里取景 可惜当天已经过了五点半开放的时间 推荐给之后想来的朋友 在晚饭前 我们先来个酒店房间的开箱吧 杭州的第一晚 住的是这家2020年开业的 杭州西湖西尔顿家乐里酒店 虽然不是在西湖边 但是地处西湖湖冰商圈 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 吃住行都很方便 西尔顿旗下的Canopy家乐里品牌 走的是年轻路线 比较倾向年轻活力的 轻奢设计风的感觉 随之而来的是 酒店没有了那种过度老成 和故作奢华的不舒服 而是给人一种相对放松 又不失形格的自在感 好 现在把这个封条先拆开 无论是大堂 公共空间 还是房间里面 始终都有明亮活力的橙色 作为点缀 当晚的房费用了会员优惠之后 是744元 房间也被升级到豪华双厂房 我个人特别喜欢这种 实材质感的黑白色调洗手间 Dyson也配上了他们家的主题橙色 还有胶囊咖啡机 也可以自己制作外带的咖啡 也很喜欢酒店的USB口很多 一共有四个 充电不再烦恼 晚饭我们来吃杭帮菜 选择了这家评分很高的老字号 德名饭店 也是杭州出了名的排队餐厅 大厅的位置是不接受定位的 只能够现场取号排队 或者像我一样 去很有名的那家点评网站的 微信公众号里面 可以线上取号排队 这样会节省很多时间 看起来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它肥瘦都比例还是刚刚好 你看这个 闻上去已经很香 哦 非常香 外皮有一点点脆 然后入口气化 我觉得绝对能够称得上是杭州的 大肠界的扛把子 然后再试一下这个卤鸭 皮下面那层脂肪是非常吸引的 因为它不会太瘦也不会太肥 我很好奇它卤了多少天 或者是卤了多少时间 非常非常入味 它连骨头也可以咬碎 嗯 吃一点 它有两种酱 一种是海鲜酱 一种是辣椒酱 现在闻到还很稠 嗯 外面好焦脆 里面是很嫩 然后是很细致的那种豆腐煮汁的感觉 它炸得这么干爽的时候呢 一口吃进去的时候 不会有那种我很讨厌的那种油味 尽量混多一点姜葱 很香的葱油味 姜葱非常好吃 然后那个它的花甲是非常新鲜的 满嘴都是那个蛤蜊的肉汁 你一咬下去有点Q弹的感觉 我本来是比较怕吃那种比较新的贝壳类的 但这个非常好 非常香 完全没有想过这两样的食材呢 可以炒在一块 不是选用那种非常多汁的那种马蹄 而是稍稍有一点软糯的那种 所以呢 马蹄香非常的突出 得名饭店的出品还是很值得排队的 很多菜都很想试 只可惜自己没有一个强大的胃了 晚饭两个人一共消费251元 好了 杭州72小旅行 第一天的行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分享又或者留言给我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关注起来 想看更多小众影片的话 也记得开启小铃铛 不要错过猫五郎的更新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我是猫五郎 咱们下次见